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舰船四十余艘集士兵四千人的机动舰队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海面 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它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中国从此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设会 1919年6月28日中国拒绝在繁尔在合约上签字99年前 1919年6月28日举行对等合约签字仪式 6月28日晨驻法公使胡伟德将中国志以声明代致和会挫伤 该会秘书长以涵稿送还仍完全拒绝 中国代表团随即共同决定不往签字 1926年6月28日军阀张作霖无佩服 联合组建北京政府98年前 1926年6月28日军阀无佩服 张作霖在北京会晤组成直写和奉系势力控制的北京政府 但该政府实际是由奉系张作霖控制 由延会庆、杜西规、顾维军相继带行政务形式的设政内阁 1934年6月28日满洲帝国实行日满经济一体化八四年前 1934年6月28日满洲帝国政府发表统治东北产业的详细说明 把东北企业分三类加以统治 一、公营或特殊会社统治经济事业 二、经政府许可的经济事业 三、自由经营的经济事业 日满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实现工业日本原料满洲 使东北工矿业完全附属于日本的经济体系 1942年6月28日 得泰祖成吉思寒陵大计76年前 1942年6月28日 为原泰祖成吉思寒大计之期 国民政府特派蒙葬委员会副委员长赵希莲 专程前往兰州主际 为拓九人企图将成吉思寒陵由日耳朵思草原 偷一道日本占领区的监谋 国民政府遂于1941年江城吉思 汉陵南先至兰州泰白宫安错 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帝国主义 68年前 1950年6月28日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 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进行充分的准备 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1974年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委内瑞拉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44年前 1974年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委内瑞拉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年9月 中国在委设使馆 11月 委在华社使馆 委在香港 上海还设有丛林馆 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法治和政治体制改革32年前 1986年6月28日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 就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发表了重要讲话 这次讲话也是邓小平同志 对民主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叫早的一次谈话 1993年6月28日 中国银行重返欧洲市场 25年前 1993年6月28日 中国银行杨慧求副行长 在伦敦与有关国际银团 签署了中国银行在伦敦市场发行2亿美元欧洲债券协议 债券期限5年 这是中国银行自1988年以来 首次重返欧洲市场筹集中长期资金 1995年6月28日 花岗事件幸存者向日本提起诉讼 23年前 1995年6月28日 广州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市政工程项目 总投资127.15亿元的广州地铁 一号线手段正式开通 至此 广州成为全国第四个开通地铁的城市 1997年6月28日 国务院授权香港特区政府 接收原港府资产 21年前 1997年6月28日 国务院第59次常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授权香港特别型政区政府 接收原香港政府资产的决定 全文如下 国务院决定 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型政区政府 自1997年7月1日起 接收和负责审核原乡 港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 并根据香港特别型政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 2003年6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通过公布15年前 2003年6月28日 H 新宪签署第四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 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于2003年6月28日通过 现已公布 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2009年6月28日 世界首座超深水海洋钻探处油平台建造成功9年前 2009年6月28日 世界首座原筒行超深水海洋钻探处油平台建造成功 28日在中远船务集团所属的南通中远船务工程有限公司 被命名为SEVANDRILLASA钻井 中国创造的一个新的奇迹 2010年6月28日 一艘有19名中国籍船员的新加坡货轮被海盗截持8年前 2010年6月28日12时左右北京时间 一艘新加坡籍散装化学船GOLDEN BLESSING LUN 在由沙特开往印度途中 杭京亚丁湾海域时 被海盗截持 船上有19名中国籍船员 2010年6月28日 贵州山铁滑坡107村民被埋8年前 2010年6月28日 14时30分因连续墙降雨发生的山铁滑坡 共造成38户107人被埋 灾害发生后 贵州省人民政府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救援 及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响应 2. 国外大 世纪1651年6月28日 哥萨克战争中 别列斯杰奇科战役爆发367年前 1651年6月28日 哥萨克战争中 决定性的别列斯杰奇科战役爆发 乌克兰哥萨克统领伯格丹赫梅尔尼斯基 拥有10万军队 以及2.5万克里米亚 大汉国的达达骑兵对战波兰国王 杨卡什尼尔麾下的5.7万大军 1838年6月28日为多利亚女王 举行加冕仪式 180年前 1838年6月28日 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为多利亚女王举行加冕仪式 他在位的63年7节 是英国最强盛的所谓日不落帝国时期 他在位期间直到他去世后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 英国都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从一个普通的欧洲国家 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1902年6月28日 美国决定开凿巴拿马运河116年前 1902年6月28日 国会通过了参议员斯普纳的议案 从而迈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这一新的法案规定 应横跨巴拿马地下开凿运河 这项法案还授权罗斯福总统支付4000万美元 以获取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许可 1914年6月28日 萨拉热波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 104年前 萨拉热波事件是在1914年6月28日 巴尔干半岛的波斯尼亚发生 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夫妇 在从军演上回家途中 被塞尔维亚族青年普林西普枪杀 1946年6月28日 意大利废除君主制 实现了共和72年前 1946年6月28日 仅仅在为35天的亨伯特国王离开意大利 意大利废除君主制 实现了共和 1950年6月28日 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68年前 1950年6月28日中午 朝鲜人民军解放李承板傀儡集团 所盘居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城 这是抗美元昭战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1956年6月28日 波兰波斯南发生流血事件62年前 1956年6月28日 波兰波兹南市一万多名工人上街游行示威 示威者冲击市委大楼和专政机关 当局出动警察于当晚平息了这一世界 波兹南事件中有数十人死亡 数百人受伤 波兰统一工人党 最初以为他是帝国主义分子挑起的反政府骚动 后来说工人走上街头 抗议的不是社会主义 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歪曲 1967年6月28日 以色列占领宣布耶路撒冷六日战争 1951年前 1967年6月28日 以色列摘取了对阿拉伯敌对国六日战争的胜利果实 耶路撒冷终于正式地位统一起来 整个都被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下 1991年6月28日 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正式宣布解散 27年前 1991年6月28日 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 经济互助委员会是一个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共同体 是继承莫洛托夫计划后的经济合作计划 2009年6月28日 洪都拉斯发生军事政变总统早扣押九年前 2009年6月28日 洪都拉斯计划于当地时间28日7时北京时间21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全民公投 但塞拉亚六时许遭军方扣押九 洪都拉斯军方驱逐总统塞拉亚的行为是对泛美民主宪章的践踏 2016年6月28日 1992年6月28日 原子核物理学家前三强因病去世 前三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族182年前 1836年6月28日 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 麦迪逊施于维吉尼亚州蒙比利埃 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生306年前 1712年6月28日 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出生于现金瑞士日内瓦 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运动 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生527年前 1491年6月28日 英国都督王朝第二任国王亨利巴士出生 生441年前 1577年6月28日 弗兰德斯画家鲁本斯出生于德国 生97年前 1921年6月28日 印度总理拉奥 出生在印度安德拉邦的卡林纳加尔县 足824年前 194年6月28日 南宋皇帝赵慎嘉峰 足288年前 17三盟年6月28日 法国传教士白晋族于北京 生118年前 1900年6月28日 波兰剧作家克鲁 西科夫斯基出生于克拉克夫一工人家庭 足33年前 1985年6月28日 陶瓷学家赖基方在上海去世 足1816年前 公元202年6月28日 汉墨群雄之一 袁绍病史 生53年前 1965年6月28日 著名文化学者于丹出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